董宇辉武汉第二站,东湖樱花园复盘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晚上 在3月22号的下午,董宇辉来到了武汉东湖的樱花园 在这里呢,他迎来了自己当天的一位重磅嘉宾 就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戴建业先生 戴老师之前跟宇辉就合作过 由于平台之间的规定呢 不能在宇辉的这个直播间进行他的这个书籍的推广 那这次来是在湖北温旅厅的协调之下 过来这个义务帮忙的 那在东湖的这个樱花园里面,他面积很大 那为了安保的要求呢,大家就只能走着说 因为你停在一个地方就会造成人群的聚集 还有安全隐患 所以宇辉和戴老师还有萧萧 他们三个人就边走边说边走边说 当时游客很多,有很多东宇辉的粉丝 这个聚在现场的朋友说 人山人海啊,到处都围着他们 所以他们三个就一直走 后来走到了东湖的船上啊 在船上又聊了很长的时间 整个下午大概聊了有两个多小时在这里啊 他内容非常多 我就剪一些啊,印象比较深刻的点来说一说 这个戴老师虽然已经六十号几 但是依然激情满满啊 像年轻人一样啊,非常的有活力 他对东宇辉呢也是非常的欣赏 一见面子两个人要开始录像的时候啊 戴老师就一直给东宇辉让C位 因为戴老师说东宇辉你是客人嘛 到后面这个不论是拍照还是摄像啊 戴老师始终把宇辉让在C位 他对东宇辉欣赏到什么程度 他说你小子将来一定会被写进社会学史的啊 这你绝对是一个文化现象啊 他说我就提醒你一句啊 一定要珍惜啊 那宇辉频频点头啊,点头称是 然后两人在边走的时候啊 各种开玩笑啊 戴老师说你看前面那个女的老看你 宇辉说那个是工作人员 然后戴老师还给宇辉他们普及了啊 这个全国十大的这个城中湖 有三个在武汉啊 第一第二和第七都在武汉啊 第一是汤信湖第二就是东湖啊 第十才是西湖 他说武汉的这个东湖啊 自唐宋以来就越来越出名了 很多的这个文人搜河都愿意把它的 这个杭州的西湖来做对比 东湖啊 因为水面面积很大啊 烟波耗鸟 而且武汉又由于这个开通了这个 金航大运河之后 这个水运的重要性 武汉成了这个九省通渠 成了最重要的兵家必称之地啊 然后最后当年的武昌起义 也是武汉一声枪响 全国响应 所以这个大上海和大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啊 现在后来是被这个铁路运输逐渐的替代了 但是当年啊 这个武汉的这个作用是非常之巨大的 即使到现在武汉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那几个人走啊走啊 走到了船上啊 在船上这个 大家就聊得非常的开心了啊 这个戴建业老师聊到这个兴起的地方啊 给雨晖介绍起了武汉的姑娘啊 说这个雨晖 你是不是还单身啊 那个你去找你最熟的那个礼厅长 这个给你介绍武汉的姑娘 武汉姑娘非常好啊 敢做敢当 敢爱敢恨啊 他可以陪你这个荣华富贵 也可以陪你洞山再起啊 你不好的时候 你看看武汉姑娘们的担当啊 然后有跨东雨晖说 你这个要才华有才华 要样貌有样貌啊 要人品有人品 虽然有那么多的丈母娘 有那么多的翠花啊 但是你还是要多考虑考虑武汉的姑娘啊 帮雨晖争取了婚 然后戴老师在跟雨晖的交谈中提起到了 中国现阶段的诗歌教育 他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诗歌教育 已经误入了歧途啊 现在只是把诗歌作为一种死的语文知识 来积累和传授啊 这样太激介了 其实诗歌是要把人和生命和情感和智慧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 这样才能形成诗歌的魅力 历史使人明智 数学使人周密 诗歌使人灵秀 那么戴老师一说起这些来 真是整个人都在发光 东友会就夸戴老师说 如果人缺少激情啊 你就根本就讲不出来激情 所以你必须本人要充满了激情 你才能讲述出这种激情 所以他说 你看戴老师现在走路还生风 他这种状态啊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戴老师也说了啊 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个作家 叫Samuel Woolman 萨莫尔·乌曼 写的一首散文诗 这里头第一句是 青春不是年华 是心境 Ise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state of mind 青春不是年华 是心境 戴老师一提起这首诗 语辉马上就接上来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 聊得特别的投机啊 语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望年交 就是因为这些文坛的知名人士啊 他们张嘴 引经据点啊 这个旁征博引 语辉都能接上来 不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 那这次戴老师提起一个 英文的散文诗啊 与会马上就接下来了啊 Ise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state of mind 然后戴老师还接着讲这首诗啊 这首散文诗真的非常的美 他后边写的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戴老师记得这个中文翻译 翻译得也特别好 他说青春不是红甲 不是猪唇 不是柔西 是刚强的意志 rosy cheeks 红色的脸颊 red lips 猪唇啊 然后supple knees 柔软的膝盖 青春不是红颜 不是猪唇 不是柔西 是刚强的意志 然后 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是炙热的情感 是辉煌的想象 是生命的深泉在涌 我第一次听啊 听完了之后 我就查了一下 哇真的真的写得非常好 英文写得非常好 戴聂雅老师说的这一版中文翻译 也真的是信打牙 太好了啊 真的太好了 青春不是年华 是心静 青春不是红甲 不是朱唇 不是柔西 是刚强的意志 是炙热的情感 是辉煌的想象 是生命的深泉在涌动 所以你看戴老师这浑身的活力 这使不完的经历从何而来 青春从来无关于年龄 而是你的心静 而是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命 所以冬一辉在总结和戴老师今天的这两个都要是交谈中啊 他也说到了戴老师完全和年龄无关的啊 这种充满活力的这种状态 他说戴老师激情满满 学富无车 他说戴老师给我们讲了唐诗里的热情豪迈自信和奔放 讲了圣唐的礼白啊 讲了既谦虚又不那么谦虚的王维啊 讲了王昌龄 讲了孟浩然 讲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大家 而且给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情感和解读 他说我们可以感受到戴老师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澎湃的激情 以及瑰丽的浪漫 戴老师的人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啊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像戴老师这样的人生态度去学习 所以最后余慧说啊 既然来了这个东湖樱花园呢 必须帮人家东湖樱花园宣传一下啊 虽然可能第二天有雨会打掉一些樱花 但是后面几天再来可能还会有晚樱啊 所以推荐大家去东湖的樱花园去看樱花 那今天这个特别嘉宾戴建议老师发挥的特别的好啊 他讲的非常多激情非常的澎湃 尤其是他讲唐诗的那一段又充满了激情 东湖最后给出的总结也非常的精彩 这个第二站啊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真的是场面有点混乱 因为这个东湖樱花园里面人太多了啊 这个游客和粉丝都太多了啊 他们每到一地都被打量的围观啊 再一个就是比较辛苦啊 他们一直在走 最后在船上也是一直站着 那东湖今天在武汉的第一天强度安排的确实有点大 但是这个在武汉的第二站啊 完成的还是相当的成功 尤其是跟戴建议老师的这种激情的碰撞 这种文化和心灵上的碰撞 真的从来不关乎年龄 非常让人感动 也非常让人兴奋